好 我見了 那我們就等 OK 好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我們的楊飛 大家中午好 我是來自Tintime 開支B團隊的一個 女人 大家有了解過開支B團隊的一個 主要是 就是大陸的一款 就是 HTNP架構的一個 開源的分析主義庫系統 它是一個 Nusical的主義庫 它支持ORTPOIOP 這種混合性負載 它底層是原生的 包括支持FlyMate 以及說它是一個 很好的分析架構 其實水平擴展這樣一個系統 分析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主要是我們在 TIDB這款產品 以及相關的生態工具當中 支持的一個 用於多浪 錯誤注入的工具 那麼今天主要的議題將會 詢問一下這個方面 首先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FlyMate 然後第二點是介紹 為什麼我們製作這樣一個工具 第三點就是 這款工具的實現一些細節 和一些最佳實踐 首先我們先簡單看一下FlyMate 是一個什麼東西 一句話來說 它就是一個 非常方便的 可以實現代碼級別 錯誤注入的 一款工具 它只適用於這種 功浪的原生的 原級別的注入 那麼怎樣去實現一個 代碼注入 可以有幾個非常簡單的環節 首先就是我們在代碼層面 進行一個 注入代碼的實現 然後我們通過一些開關 將這個代碼 將代碼 將代碼 注入代碼 進行一個重寫 重寫之後 我們就可以動態的 激活這個注入 一點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對 就看左邊 那後面這樣看得清楚嗎 如果我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給我往上去做一個 我看看能不能換一個 怎麼做 知道嗎 對 好 我們就稍微微微微大一点 然後大家就要往這邊 如何試 其實就是一款比較簡單的 多量代碼 就是就是一個 面權數 然後我們會定義有一個 方式 然後這個方式 而二國技在這 就是一个可能的爱 然后呢我们这段代码会有一个defer 就是recover 这一段就是相当于我们对这种业务 异常的一个反作的机制 那么这段正常的业务代码 在正常的程度上我们很难 很难走到这个packing的流程 那么我们在实际呢 那系统员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异常 那这个异常发生的是我们如何去测试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fail part 这样一个简单的出入的方法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的fail part eject 这是我们的出入点 然后我们的出入方法 那么具体是怎样实现这样一个出入过程呢 可以看就是一个完全搭带吗 然后我们去fail part nango一下 然后这样这样这段代码就会被重新改写 然后这样这样这段代码就会被重新改写 从这样一个小时 就原先的出入点变成了一个evo的函数 这个evo就是我们fail part 实际改写之后会可以去注入点 进行一些它的注入逻辑的处理 那么我们实际编译这段代码 可以看就是enable之后会有这样一个排处 包括这个binding 就是pointbinding 对pointbinding 包括一些输入排处 比如说这个parent package parent package parent package 就是可以说 拿出了蓝色的机制 通过这个蓝色机制 分析到呢 我们这个包的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注入的时候 就会根据这个包的路径的注入 比如说我们fail part 这就是我们是实现的注入点 这个包就是一个面影包 然后我们注入点就是这个test 然后我们注入一个packing 这样注入之后 我们实际运行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们实际运行 就运行到了这段packing的地方 现在注入的成功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 这个注入实际运行 实际运行在这里就进行实际运行 然后走到那个递坡的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取消了这个 比如说取消了这个注入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管理电脑车都充 那么在注入的时候 它就整个是正常的过程 一个模型 通过这个demo 我们就展示了一下 Fail part使用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流程 就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实现注入点 然后是去enable它 然后去编译我们的程序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激活 或者是取消激活这个注入点 那么我们在哪场景中 会不知道很熟到这些呢 比如说在我们实际的项目当中 我们的单元测试 及通常试当中 都会加入这个Fail part 去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 比如说单元测试 我们可以通过Fail part 去模拟一些我们异常的输入 我们预知了 或者是不可预知的一些错误的异常 在情况下 我们可以模拟不同 从Component之间 相互的 包括消息权力 包括 函数调用 等等的一些 不同Component之间的一些异常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Fail part 去模拟一些 其他的系统故障 包括应电级别的 以及 包括系统级别的一些工程 比如说 一些系统标用的异常 啊 应电级别 比如说一些宝货异常啊 C2 C2 C3 那些异常 在我们的项目中 都有进行的模拟和实现 好的 所以呢 我们是 开开了这款工具 我们接下来看 啊 实际如果有使用 啊 有用过那个 FreeBSD 其实有一个Fail part 的一个 实现 啊 它是在系统级别的一个 呃 实现 它会通过那个 System Control 去控制 内核级别的一些注入点 然后实现 实现内核级别的注入 这有相关的链接 有兴趣 进来给看一下 啊 然后在那个 ETCD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啊 ETCD里面有一个 类似的实现 叫GoFail 啊 它的GoFail是对 啊 FairyBSD的一个 啊 它的 啊 Fail point的一个规范 以及之前的一个 GoLong级别的实现 啊 它的实现比较简单 就是说 啊 在代码里会有 comments 出入comments 然后 comments里会有出入的代码 然后它通过 GoFail这款工具 会对comments进行重写 相当于重写之后 会得到一个 新的一个 呃 GoLong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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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就注入了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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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导入工具的这样购买 呃 呃 这两个还是模块吧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 呃 呃 这个第一个模块是 呃 叫做uncounter的trum 就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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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呃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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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唱着Thumb,然后才会实现这样一段,比如说简单点几乎,然后就会看一看,这样一段代表 但是我们看,它的这样一段代码重新以后,会得到这样一段代码 就是GoFail成绩之后的代码,就是可能性已经比较差了,我们不算容易理解它的逻辑 比如说,对比,对比前一段的逻辑 它的这个原生的逻辑就比较简单,但是重新以后,就不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它还有哪些缺点呢?就是比如说,它是写在出自己的代码 那么它的代码是不会经过够编辑的精英点给它的,也不会说是有 所以说它如果代码中一些静态的错误,是没办法在编辑中给它出来的 就只能说是,可能重新以后,得到一段代码 然后,要是人工地看,就是,都不会看这样一段代码 那么我们理想之后的这种猪章是什么样的? 如果大家熟悉的,就是Rust那里的一个飞碰的猪 Rust那里是怎样的?它有这样一个红 这个红呢,它就会在,也是在编译的时候会进行直接改进 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要说的就是比较优雅的一个注入方式吧? 首先,它的代码实现是比较可读的,而且可控的 并且呢,它会在编译的时候进行一定的转化 而且,它不会对打出的关注人包,有一些额外的性能的损失 相当于它打包之后,如果没有赢的话,我们真的好像是没有的 在打包的二十几个文件中 但是呢,我们在勾浪里,其实,如果想这样做的话 有一些,一手不能急的事情 包括呢,首先,在勾浪里就没有很多支持 然后呢,勾浪里这种,编译时的螃蟹印是也没有的 第三点,如果我们想做一些动态的 在build 的时候,做一些参数传递的话 可能有种pads 但也不能优雅 所以,其实以上这些,go fill的不足以及我们想对飞泡的改造 然后呢,我们就设计了飞泡的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的设计处中就包括一下几点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像正常写代码一样,写注入代码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注入的代码不能对我们已有的代码产生任何的性能损失 包括,它不会影响正常代码的逻辑 它不会带来运行时的额外的性能损失 也就是说,它一定标出现在最后的编译的二级制高度 另外,我们希望它能够经过这个编译器的经验检查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刷新我们注入代码中的问题 以及,比如这一点就是,我们想生成的注入代码是可图的,可维护的,易于维护的,易于维护 还有一点,比如说,一些保持行好的特性 这对于,我们比如说,一些CIA统计,一些debug是有良好信息的 还有,就在我们的注入的过程中,因为,比如说中税用那种形式,它会enable一个混音变量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运行的测试,或者是运行的代码是有运发的运行的 那么,这种eCIA统计的emable会把所有的运发的,环境下的这个环境变量注入点都会运行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还希望我们试试一些运发的测试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种context的性质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初衷 那么,具体我们是如何设计这样一款工具的呢? 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这样的mark function mark function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原生代码里,就是一段空的函数 在改写之前,就是一个空的函数 在改写之前,就是一个空的函数 在改写之后,我们会用lowland的puzzle puzzle这个工具,它那个原生的标准图也会类似的 我们会解析出一个AST 然后,我们会递归掉编辑这个AST 去把所有的mark function去进行改写 这个mark function就是我们的注入点 就是我们希望注入到函数的一个入口 比如说这种fail point的buzzinject 还有一些比如说fail point的 一些其他的公主逻辑,可能都可以讲到 所以,比如说,看我们 这是刚才的一个例子 例子就是fail point的inject 一个名字,然后有一段函数 那么,我们AST重演之后 就可以重演成这样一个fail point的email 这种形式 那么,对于一个lowland的元件 我们AST去解析的时候 一般会有这种report的一个puzz 和一个function card 比如说function card,我们会解析出statement 然后statement后,我们会去进一步puzzle 比如说刚才是有这样一个ease statement 这个ease statement呢,就会有inmate的tribution和body 然后,包裂它还会是一个statement的 就这样一堆的调用,我们会 对整个的lowland的元件 然后,你发出一个重写 所以,这个是statement,就是我们的fgraph 就是我们的,要改写的一个mark function 然后最后,我们会对这种mark function 出了一个fail point的过程 然后,我们发出一个fail point的ease statement 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个ease statement 改写 就会得到刚才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改写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首先会 时间的过程中,就先定义一个mark function 然后,fail point 提供一个,对于这种mark function 改写的机制 然后,改写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这样有fail point 直行的一个 改写的一个出入结果 这个是不是在enabled的时候 但是,如果对于没有enabled的呢 没有 开启这个抽框的时候 那这个mark function 就是一个空的函数 我们知道,空的函数在多量变业的时候 它会被变业器消除掉 具体 具体的,可以看一个这样的 这个图片 这是一个,右边是一个原代码 然后,这有一个mark function 这右边 这个就是一个mark function 然后,它就是一个空的函数 它的body是一个mcbody 然后,我们这样一个函数 有这样一个,实际调用中 这是一个mark function的一个调用 然后,我们看 这个,我们首先 bill的,这个函数的,然后 然后,dump 然后,dump 我们可以看它的 这个,编辑出来的 编辑结果是 这一段 对用这个第九号 就是这个mark function的调用 它其实就是被dnc消除 dnc消除的就是remove 这个,这样两个指定 实际上是没有互别展开的 所以,这里解释了 这种空的函数是 就是不会产生 额外的性能损失的 那么,我们这种mark function 它是一个以帝包形式进行的实现 那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就是 首先,我们在mark function当中 可以,没有损失的 调用函数外的 最终域外的一些 变量 就是,可以没有损失的 访问外部变量 这样,对于我们 实现注入的逻辑 就非常的方便 我们可以 在我们注入的逻辑里 使用到 运行的上下文的外部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像正常的业务逻辑一样 访问我们是有需要的一些资源 另外,这种mark function 其实,对于 我们的实际的实现来说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在国家里的方式的标准 所以说呢,它的 包括可读性 包括它以及对于代码的 编译所的精彩检查是和 整个的 我们其他的逻辑 没有逻辑代码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已经满足了 我们之前提出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提供的mark function 有 有些这些 比如说,inject 就是,已经看过一个最普通的 一个注入的台数 然后,inject content 这个是其中的 这些是其中一种 全入confines的一种注入 然后,还有一些 做我们的控制流 包括,比如说,go to,pino 这些 这个我们后面 今天还会正面挑一个来讲 为什么会有这些 控制的注入 然后,首先,看一下 这个inject 这个inject 已经看到很多次了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uMan 最上面两个就是一个 最普通的一个inject 它会重写之后 变成一个evo 那么,这个value 这个value 这个value是我们可以 可以从外部进行注入的 就是我们在 这个注入的value 就是我们在 刚才看export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value 从外部测试的时候进行注入 这样就比较方便的 我们在测试逻辑中 它会有和外部的一些交互 但是这个value是特别被忽略的 所以说如果被忽略的话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 从外的时候就会 换成这样一个uninstalled 这样的话呢 也是符合郭光语法的 如果 要不然有这样一边测试使用 它编音的时候就会报错 这是一个context的例子 context的例子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写照单代码的时候 这个context就可以 就是它以前上下的一样 任何一个context可以插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context的一些 参考它 包括一些cancel的控制 这样就是和这个context的 完全一致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写一些 呼排数 就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这种 呼排数 然后实现 这个 我们的这个注入 是否进行进化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介绍一个 看一个 控制逻辑流程的 一个 例子来介绍 首先 为什么有这个break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算是一个forward的循环 然后 我们注入 比如说这样的代码 这样一个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正常的右逻辑 就比如说 循环这个 对这个 file进行循环 然后处理 然后呢 如果我们注入了一些 注入一些异常 在某些判断的时候 会提前的break 掉这个循环 如果说 这里写一个break 如果这个 分框的break 和这个break 实际编译的时候 就不会报错了 编译情况认为 这个break 没有在一个forward的循环里 所以不会报错 所以说 就是也如果这样一个 break forpoint的注入逻辑 那么 我们这样 forpointbreak 会在重写的时候 s重写的时候 会制造成一个break 这样就既满足了我们的 使用需求 然后同时通过了 勾当的这些精神品牌 这个是 我们这时候也要设定这些 forpoint 控制流注入的一个 地底层原理吧 像这个break 像这个break 我们可以 因为正常的break 有些label 才能使用 和正常的break 是一样的 像其实这些label 包括continu 它都是一样的原理 因为包括continu 它也是 实际上说 在一些 一些suchar 或者是follow 它会有三下怎么用 帮我go to follow 然后return return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 可以看一下 我们想出现代码 就比如说 在满足某些情况下 然后提前呢 就return掉 但是呢 其他情况 我们就不做任何生成的 但是 因为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披荒汉 就是有一个反抗制度 所以说这样写的话 如果没有这一段 也是过不了国家的 经代码谈的 因为他说 你的披草就这么多反抗 所以说呢 这个演过就是 最矿的委呈他这个 很奇怪 这样就即满足了 只有这一段 大概有委呈他 然后又满足 这个 我自己是可以看到 经代码谈的 嗯 嗯 比如时代码谈 有一些 比较粗达的 我就不讲了 然后 嗯 这些 比较粗达的 辅导的例子 在那个 开定页的项目里 以及说 在辅导的 还有很多测误率 会有一些 嗯 叶子 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进去看一下 啊 还有一些像 合格斯里 一些特别的特性 比如说 啊 面中几次的场合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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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一些啊 啊 啊 使用呢 一些注入的 啊 啊 包括我在 啊 啊 啊 另外 我们还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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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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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撐心帶來的 那沒有的話我們就感謝再次掌聲謝我們講的 那就是等一下試一下